相隔17年总算团圆了 台湾女儿何晓峰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但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位也是台湾女儿 她也需要大家的帮忙 就是今年30岁的小梅 她两岁的那一年被妈妈留在了保姆家 从此和家人失散 最后她被美国家庭收养 而现在小梅事业有成生活非常平顺 她最大希望就是回到台湾找到妈妈 照片中这个黑长发有健康笑容的女孩 是来自台湾的洪小梅 小梅穿着漂亮的礼服 和大学同学留下美丽身影 这张是她学习开直升机 自信的笑容让人着迷 实在想不到她有个令人心疼的过去 今年30岁的她 两岁的时候在高雄和亲生母亲失散了 当时小梅被妈妈带到最热闹的高雄地下街 找一位保姆照顾 没想到妈妈一去不回 就此消失在人海 失去妈妈的小梅 最后到了御游院 可爱活泼的她好得人疼 借由院长的帮忙 小梅最后被美国的雷姨夫妻收养 但她一直没有忘记 写信给如同再生父母的御游院院长 还有亲生妈妈 她有非常强烈的想念母亲 想要看她母亲一面 如果她有兄弟 她也真的很想找回她的兄弟 过了这么多年 对妈妈的离开 曾经不解 生气 甚至逃避的小梅 如今成熟了 她选择了原谅 只想借由这个机会 告诉台湾的亲生母亲 自己过得很好 也很想再见一面 亲口说一声 妈妈我想你 借过先秋贤熊 高雄报道